音乐 音乐 刘外教 她就是我的搁 无間就膨胀回歩 绵延弯绕的山路 朱兆国和曾美惠夫妻 一走就走了近二十年 黑发也变成了花白 师傅现在几岁了 快八十了 没有八十了 1943年之期 快了吧 超过75岁 剪定第二次 以前有时候 我们都会利用 早上一大早六点就出发 回去再开店 因为有时候孩子 急需要书桌什么 我们都会电脑桌 我们都会一大早就出门 以前这条路很小 以前这条路差不多二分之一 你知道我们在跑的时候 那个路很小 我说被我们压到 变这么大变这么宽 眼前风景随着时间 流转有了变化 而两夫妻与团队陪伴的孩子 也渐渐长大成人 他要去上班 比如说这样去上班 我比较高兴 孩子他有一个工作的着落 往后就比较不用担心 他都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 他要搬家 我们还是尽一点力 最后就把他送进 送进那个学校 有始有终 在这里东西搬出来了是不是 你说什么 我试试 现在被他这么因为 cher 你看 宏文 Floor 好 来 来师父 请不想要 这都是考试的时间 investigación 这很重 OK 来 还有没有 还有吗 没啦 你還有什麼要搬過去 應該沒有 獎狀要收好 有 我都有包起來 有包起來 好 那沒東西 好 這一箱 這真的很重 這真的很重 你有這些而已嗎 我學校還有一些 還有一個行李箱跟一個床庫 你說雙溪啊 因為我現在睡學校 對對對 那邊如果真的不行 我那邊也看 好 這樣拍完 休息 好 一枚也特地趕過來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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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 有時候你也很忙 對 你以前都在這邊騎腳踏車 這麼小 捏捏捏捏到這麼大 遠遠的 現在這麼帥 對啊 時間很快 大班的時候 那一年的夏季 他就一年級了 專任老師 就是一年一聘的待遇老師 對 然後專任就是 純粹教體育課 就是日校跟夜校都有 這樣喔 對 我的缺失是夜校都有的 明年的這個時候 要再考 考什麼 再考一試 考正式 你國中應該是練 千九鐵餅 他說念嗎 念是共僚國中吧 對不對 對 高中就直接到 新北 新北 外來雙姓是因為 跟著教練過來 跟詹老師嗎 對 詹老師釣過來雙姓 我就跟著詹老師 詹老師 詹老師 你今天要過去嗎 知道 他好疼你喔 對 腳踝要搬起來 腳踝要搬起來 這東西 下來下踩 蹲 腳踩 蹲 蹲 蹲 正式 不要撈 不要這樣撈 直接收起來 我國中的時候 是老師 帶我到田徑這條路 然後那時候我們去比賽 有交通啊 火車啊 都老師安排 老師又甚至 早上八點的比賽 火車來不及 然後四五點就開車載我們去 然後現在 自己也到大學端呢 有這方面的一些 專業的技能跟知識 可以來教學的地面 就想說我也會來幫忙 一方面是 算是報達老師對我以前的幫助 因為他們也是自己在 繼續學習這樣子 從國中開始練體育 一路到大學 雖然後續因為運動傷害關係 轉為教育體系 這一路的堅持 就是想留在運動場上 從大學的寒暑假 到畢業後 準備教職考試的這段日子 林洪文都是留在家鄉 為偏鄉的孩子付出 大陸我才一直鼓勵他 去考試職培育生 因為現在當老師裡面 有熱情是沒辦法的 會被這個環境所打敗 所以我很支持他 去走這一空 可能書讀不好 可是他想追求田徑上的成就 跟他得到的一些目標 所以我當然覺得很像 就那個最壯的名字 就像看到當年的自己 對啊就是像之前 國中文本也是很不乖 然後每人被教學去罰站 老實說看你這個身材 FLD你在田徑 然後就繼續練 那就是一個 找目標的歷程吧 我也不知道還要考幾年 沒關係 有考就有希望 對啊明年要評一下 今年都取消很可惜 今年都取消 因為以為有機會 尋找目標的歷程 尋找目標的歷程 就像窗外的天氣 總會偶爾有陰雨 但風雨過後 總會迎來陽光 我不會跟妳問說 妳有三雕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我紅吻啦 一隻嗎 一隻嗎 有…我有帶 你有帶嗎 再右轉就像很狂 再右轉就像很狂 老師我… 老師我到了 在等妳前面 有 好… 好 先生老師 你先帶師父去 這我來判 沒關係 可是很重 這很重 這很重嗎 對啊 這很重 那衛生紙我來拿 這一個給妳 那這個髒的給她 好啊 來 走 唉唷 八道夫人不知道 要來洗蓋一下 好 我現在剛好做那一趴位 好 這隻腳大 可以太好打的 換一趴 唉唷 目前活動是在… 我…我在說 我… 是不是在出去搬的箱 梳子 你那一箱最重的 好 我就過來幫我 來 做一個單車也想做的 不見了 好 不簡單 對 因為我從… 大班 喔… 這麼早 對 從黑頭髮 白頭髮 那你操勞了 沒有操勞 沒有操勞 很快 因為目前是這樣 三兄弟都很快 聽到說他在這裡叫什麼 我… 我高興到睡不著 可以回他的母校 回他的母校 對 我以前來過 太苦 吃飯吃我王點在自己整理一下 好了 好 自己弄 沒問題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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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長大了 我長大了 可以… 我等一下再處理 好 長大了通通交給你 沒問題 師姑就是把你當作兒子 我長大了 跟家裡的小孩一樣 他說我長大了 六天 對 真的是長大了 好像… 看著你長大了 這句話說得 一點都不為過 以前這個椅子 他們兄弟就是坐在這裡 我們就是… 還有那個板凳 坐在這裡 那個師伯就在坐… 來 宏文來這邊 對 現在有點太小了 不會…這樣很好 烏寬不如心寬 對 對 這以前他在坐的椅子 對 好可愛 我在想到那個椅子 就以前 我們就會叫他寫計畫 這個禮拜要… 三兄弟 工作要平均分開 一個做什麼 做家事 做家事 對 當然還記得做家事 有阿嬤在帶我們三個長大 可是阿嬤年齡比較大 能做到的事情 就是養育我們三個 其他跟家人應該要體驗過的事情 是沒有… 沒有辦法在童年體驗到的 那師父…他們就是 當了家庭的陪伴者 這樣陪伴我們長大 所以對我們來說 早就像家人一樣 在…共同生活著 有一次常常是去台北 在師姑家集合 然後是跟文具 想要自己挑這樣 你成績好了嘛 對不對 對啊 可能就那時候 有拿文具現在才有辦法得出 哎唷 你本來就是很爭氣的啦 因為我們這邊 要…如果要跑… 買文具要跑到瑞芳 對啊 小時候又不可能 阿嬤也不會搭我車 對啊也沒有辦法買文具 所以都是拿那個鉛筆 就是交到一點點造型這樣 紅文掛在嘴邊 如數家珍的童年往事 都是愛的軌跡 這裡有個房間 就都很爛 然後我們三兄弟 師姑來就會… 前面是說師姑幫我們直接掃 後面師姑會就是帶我們三個 可能一個在這邊學洗碗 然後一個在裡面打掃 一個學插桌子這樣 對啊 那時候看到這邊 這邊跟小三一樣的 那時候不像現在這麼… 不像現在這麼乾淨 以前真的是… 碗盤是堆積如山 對啊 來的時候我們就帶著他 你怎麼洗啊 怎麼沖啊 怎麼…對 就交了他們 而且那時候廚宇也放在碗裡面 對 廚宇都放在碗裡面 我在看照片的時候 我們家兒子說 媽媽你們有過勤勞了 那個紅文 洗碗洗得很認真 他說 因為他胖嘛 小叔 對 很胖 洪文也洗到那個乳酷都跑出來了 我說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一路成長變成溫暖的大男孩 是因為洪文心中 對父母遺憾的空缺都被填補了 我記得有去玩野外那個盪的彈球鞋 對 然後我哥哥就盪得很開心 我上去就快哭了 我盪一下 然後那個師伯 就對我上次說 就直接把我抱下來 那也是 這樣很深刻 我們有一次也去101 對啊 然後他也去看電影 去看101 第一場電影 第一場 第一場 就是師父上等 馬拉加斯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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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忘了 我都還記得 因為這是第一次有到 就是這麼一個地方 跟小時候也一樣 就我們要回去的時候 就送送送 他要送我們到巷口 小時候也是這樣 送我們到巷口 現在長大 還是要送我們到巷口 對啊 看到師父現在這樣 當然心情很開心 可是要離開了 就不覺得 會小難過 因為阿嬤前陣子也才 就是剛離開了這樣 對啊 對啊 希望師父上可以成功 一個人生的 那些不少 要是我們到巷口 上海的小時候 我也是個小時候 那些不知 也拉不起來 還要是 吃幾個小時候 你也要吃幾個小時候 他去打掃的時候 他都可以刷牙 刷牙 刷兔頭 你看他今天他已經長大了 就是力道也不一樣了 所以以前他們曾經也講過說 師父有需要打掃的話再叫我們 幼稚園在外地求學 比較沒有回來供養 對 六日都在打工賺生活費 然後現在是 其實求學都完成了 比較有時間 所以就跟著做 還好 這麼忙嗎 也不會 這麼忙 現在還出來的 沒有去光 平時都在不同的地方 各自努力生活著 膽心卻依舊彼此牽掛 多一點 多一點憔悴感 但是還是 還是很溫暖的 來 來 來 這 這沒有 這就有電視 錯了 這都錯了 紅吻 這個 這個比 好 18 也賣入第19年了 對不對 對啊 雖然是說我們現在 我們都是用電話關懷他 因為我們也會不捨 因為他沒有父母親在身邊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給他一個 很正軌的生活 好 師傅 師傅 我準備了一些 裡面還有泡麵 還有糊糊 就給你 給你帶去 師傅 謝謝 對 我們沒有什麼可以給他 不過我們的肩膀 對不對 我們要給他一點依靠 因為他沒有父母親 可以來幫他虛寒溫暖 不過最起碼 事故事薄 還會來關懷他 對 你那個電鍋再帶來 好 你那些麵什麼都沒有帶來 在這裡 有帶來 對 其實很多 只是我自己吃得差不多 還有芝麻 對 這個你早上可以泡起來 對 那你口罩只剩下這一些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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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第一次有人幫我搬宿舍 像我之前來高中 或者是上大學 我都是自己打包行李 然後郵局一個行李一百塊 我就全部寄過來 自己去抄張領 大學一次 然後張領完之後 就自己處理一切 十一機 還不錯 十一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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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看我頭上去看 看有十一機 看有脫水機 在那裡就再問問 你看你有帶 衣駕嗎 媽媽都是婆婆媽媽的 就是衣駕 結果我頭上去看 有了 他都自己準備好了 對 他真的也很 很獨立 對 真的很獨立 你看他睡哪裡 睡上面 你這幾個大宿舍 你覺得這樣睡嗎 我才沒有 都讓他自己去 所以他們都會吃醋 對啊 對啊 去也不要我去 不要 我其實滿期待 就是成年之後生活 是因為 我可以靠自己 對自己負責 那同時我可以用我的方式 回歸社會 就像師傅師傅他們做的事情一樣 我們今天是大喜 洪文今天就是 人生的另外一個旅途的 開始 對 所以以後到學校來 就拜託你們 好 再照顧我們 對 他是一個很懂事的孩子 對 我們就幫他祝福 無料社會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們一起 來 我還是會 呼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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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聲中醞釀者 是一份父母心對孩子的祝福 而洪文也準備了一張小卡片 你還沒練 我就已經開始哭了 你可能現在去聽你 沒有 給你寫給大家 給你寫給大家 對 對 來 多包包 知道要唸 要唸 我好期待這一天你知道嗎 對啊 我期待到 我害羞 你不要害羞 你害羞我高興就好 親愛的四姑 四伯你們好 很長 我可以像四姑 四伯你們一樣 回饋社會 在我心中 那是非常偉大的事情 真的很感謝四姑 四伯們的幫助 未來我會持續努力前進 敬祝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謝謝 洪文俊上 真的好棒 真的沒事 真的這樣我會 好 好 好 真的長大 是有多大 好期待這一天 整個孩子都已經長到 十九年了 看到你的成長 沒有 你不要彎下腰了 今天是真正的長大 是 對啊 你拿給照片 小時候會疲疲的 有時候成長過程的定位 我真的是很乖 他當時阿嬤走的時候 當時我有 我也跟他講剛剛同樣的話 就三兄弟要多聯絡 這樣不然親戚 親戚很重要 一定要聯絡 他照顧你最久 那是誰 因為師姑 現在就是一棒接一棒 我們這一棒就已經在傳遞給他 對 因為他就在下來的話 他就會照顧 需要照顧的人 那我們還是要再接再厲 還有其他的家庭 需要我們去努力 對 我要打個電話 對 打個電話 對 沒有問題 你有他的電話嗎 有 我有交代他 教你同意的話 可不可以給我看一下 對 替你把關 十九年 花開正好 青崖已成大樹 開始能遮風避雨 可能我沒有辦法 花很多時間去照顧 不同家庭的小孩子 但是我可以靠我這學校的教育 去陪伴孩子的時候 讓他知道 會有人在乎你 幫你去做你成長上的陪伴者 那這都要說是另外一種 回過社會的方法 好 拜拜 拜拜 謝謝 恭喜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 這師傅很疼你 很常到家裡來看我 我以為你哪邊受傷 好 這個比較舊的 真傳感 這個是一個熊戰的一個 沒有 只要送你一句話 主要是送你這一句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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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